花蓮县有多处的灌溉沟渠年久失修 为了节约水源将灌溉沟渠发挥最大的效用 县议员张怀文协调沟空之后 农田水利署花蓮管理处将进行制学灌溉沟一支县及二支县尾段改善工程 减少水流的散失 充分发挥灌溉沟渠的效用 受风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产地 而灌溉沟渠对农民相形重要 为了改善农民供水的需求 农田水利署花蓮管理处将进行制学灌溉沟一支县及二支县尾段的改善工程 减少水源的流失 近日在张怀文议员平和村长张玉胜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的陪同之下 会看灌溉沟渠的私座地点 农田水利署花蓮管理处在受风乡地区 更新改善工程 分别执行的两条灌溉沟 那各有170米跟550米的一个更新改善 因为我们的灌溉沟年久失修 那造成我们供水的一个损失 那在这个我们强调 一个捷运用水 灌溉用水的节能上 这次的更新改善也有相当大的注意 能够让当地的农民或者一个灌溉用水的一个改良 张怀文议员也非常感谢农田水利署花蓮管理处给予的协助 让灌溉沟渠的改善 让农民在夏季来临时减少缺水的问题 得以能够安心的耕作 我特别要感谢北律族工作官来协助我们这方上 因为我们在四方乡有很多的这个光道购 已经非常老住 甚至有的已经40成年了 没有办法失作 因为经位的不足 那这是以我们张处长的大力的协助之下 我们在说互相一共失作的四处 包含平衡跟光荣出 这些几处我们都都在进行 那施工完毕以后 我们都可以看到成果 能够以后灌溉会比较顺畅 农田水利署花蓮管理处 自学灌溉沟渠一支县改善工程107米 二支县尾断排水路550米 两条水路灌溉农田面积达70公顷 在冬季发包施工得以提升 旱季来临时供水系统的稳定度与效率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